跟用路人也有关系 好很多人都期待从今天开始到超商缴交国道ETC通行费 可以免收5块的手续费 但是远通表示系统缴费尚未修改 而且这部分超出合约的约定没有办法达成 这让交通委员痛批交通部连立院的决议都做不到 实在是有失尊严 用路人要补缴通行费到超商最方便 但原本交通部承诺的到超商补缴免收5元手续费 现在确定跳票 我们要叫远通来吸收这5块钱吗 让他向他拒绝嘛 是 所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因为企业上他还有一些 等于说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就说 考虑什么部分你告诉我嘛 你现在远通委员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他处理 现在交互当5块钱他不要 那不要你束手无策 对远通公司现在除了5块钱的这样的一个 超商的手续会 这是交通委员会的决议 也是交通部长对社会大众的一个重大的承诺 但是你们交通部 就是生鸡不好 生鸡压早 我们也把部里头这个态度很明白的告诉 告诉公众局尽快的跟远通 那么尽快的跟超商这边来赶快开会 赶快的做一个解决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从继承上路后 就不断要求远通该负担手续费 也决议在3月31号起 民众到超商补缴通行费应该免收5块钱 如今期限到了 远通回应做不到 还拿出合约返枪 表示超出和高工局的合约规定 对于政策跳票 交通委员们气得直跳脚 大骂交通部让立委尊严惊许 部长口头的承诺 都认为超商收5块钱 应该由远通公司来吸收 但是看起来 叶部长再一次被远通公司打脸 所以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星期三 我们会请叶部长 再来列席交通委员会做专案报告 远通电收改推4月1号起 全省622个中游直营加油站 提供民众补缴高速公路通行费 不用付5块钱 但是远通又表明 这项服务的相关费用 还会依照合约向高工局勤款 让交通部失了理子 还丢了面子 UDN TV 陈庭玉佳妮 台北报道